据土耳其新黎明报报道 一名土耳其地震专家表示 土耳其东南部7.8级强震破坏力很大 约等于130颗原子弹发生爆炸 他还表示 这次地震正发生在寒冬的深夜 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条件 当地时间2月6日凌晨 土耳其东南部发生7.8级强烈地震 并发生多次余震 目前已导致土耳其和叙利亚至少560人死亡 地震发生后 土耳其地震专家艾卡麦德·奥文·埃尔占 在推特上表示 地震发生的地方在4个主要断裂带的交界处 威力约为130颗原子弹持续爆炸了43秒 土耳其地震专家推特截图 埃尔占表示 此次地震发生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 第一是地震发生在严寒的冬天 第二是发生在深夜 人们在睡觉的时候 目前地震区最大的需求是毛毯 加热气 他还呼吁人们提供车辆 为幸存者和伤员避难 加油站为车辆提供免费燃料供暖 埃尔占还认为 由于余震很强 如果幸存者被埋在废墟下 他们很可能会被卡住 此次地震的破坏距离很远 要让土耳其各地的救援人员到达该地区 必须为救援队让路 未经许可 回经许可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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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请订阅